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标杆 那么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 进入全面小纸条互动环节 来看第一个问题 老师您好 我不仅是一名张家口人 更是一名土木人 我们都知道 施工环境很恶劣 有时候工作的过程也很枯燥 想问一下设计师 平时有什么爱好或者娱乐方式 来放松自己吗 进步走 您工作最累的时候 您有什么样的方式调节自己 在原来刚工作初期 刚从校园走出来 还有一些自己的爱好 打打篮球 踢队足球 还有一些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在家又干了京章高铁 就没有这个时间了 那么我由出汗的运动 变成了在室内活动了 我唯一能够缓几下紧张的 偶尔和我的同事们一起聚一下 聚一聚 唠唠嗑 喝点小酒 放松一下 这就是我的 所谓的娱乐方式吧 大家看到 十几年对王祖师的折磨吗 原来在他的讲述中 一个多么健康阳光的形象 打打篮球 踢踢足球 到现在唠唠嗑 喝点小酒 要求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符合 我这个颜值了 通车那一天 您和您的同事们 打算怎么庆祝呢 唠唠嗑 喝点小酒 接下来是现场观众 用小纸调题的问题 我选择了几个问题 有一些观众 看来还真的是 是做了功课 问的问题还挺专业 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 他这个问题里面 那个字的读音 一个十字边 然后一个工作的座 去掉单人旁 炸 这个念什么 大家知道吗 念炸 第三声 炸 炸 它指的是过去 我们看的那铁路上 铁路上面的小石子 所以铁路有油炸铁路和五炸铁路 这位观众问的是 王总工您好 我是一名铁路迷 据我了解 金章最开始是油炸 也就下面是有那个碎石子 后来标准提速到了350之后 就改成五炸的铁路了 所以我想问 是不是油炸 对于350公里的 这样一个技术要求 还达不到标准 不够成熟 这个不是的 这个说明提问的观众 确确实是铁路 铁路迷 因为我们实际上现在 在金章高铁上 我们最高设计时速 350公里这一段 现在确实来看 用的是无炸轨道 但是在我们原来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用的确确实是 石子刀床 我们称为油炸轨道 但是这个为什么 后来把它调整了一下呢 因为目前来看 这个从全世界范围内 在350公里时速 没有用到这个 为什么呢 它可能有些技术难题 比方说我们的高速铁路 通过的时候 这个有没有可能 把石杀带起来 影响安全等等 但是我可以讲 虽然金章高铁上 没有用这个技术 但是我们前期 做过大量的深入研究的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最终为了 我们还是考虑到 后期我们的养护 维修 等等 方便一点 所以就是在350公里 石速的那一段 用的是无炸 我们还有在隧道里边 都用了无炸 因为隧道里边 环境不太好 这个我们后期 公物的维修 养护也很费劲 我们要清塞石子的 这个道炸 工作量很大 所以我们在所有的 隧道区段 加上我们时速 350公里的区段 都用的是无炸轨道 所以说到工程问题 当然我不说 非要让观众朋友们 了解所有的铁路的细节 但是只是为了 让大家看到一个侧面 就是一条铁路的修建 有多少问题 需要他们去关注 这名观众一看 还是了解一些背景 另外一名观众 他的兴趣点 没有在铁路 有没有道炸上 他是对您感兴趣 他说王老师 您是如何看待 我在网上 搜不到您的相关资料 这件事 您是怎么看待 公于铭合 如果官方一点地说 搜不到我呢 可能是我现在 做的贡献还不够 因为什么 新南高铁还没有通车呀 大家还没有体会到 智慧高铁 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怎么能够 把我的照片 放到网上去呢 还没到时候 另外一点呢 对自己没有信心 80后的工作 是这个标签 很靓丽的 但是 我目前这个形象 一定是不服 但是如果搜 金章铁路 相关的资料 能搜到您 希望有一天 能够大家在 这个网络上 输入 金章高铁的时候 不仅仅搜到我 也搜到我们 参与的每一个人 实际上搜到了以后 并不代表 我们是多么的成功 而是代表着 中国铁路的发展 很成功 应该是今年年底 通车吧 到通车那天 我们一块儿见证 最后一位观众 估计应该是 电视剧的编剧 他的问题 非常的浪漫 想问王总师 如果此刻 詹天佑先生 站在你的面前 你想对他 说点什么 如果真的 能够给我 这样一个机会 你最想对詹先生 能够和 詹天佑先生 面对面的话 我想说 在当时可能压力 是能不能够做成 而我们现在 所面压力 是能不能把它做好 我们和您一样 您当时修这道铁路 挺起了民族的脊梁 我们现在在修 金章高铁 我们没有给您丢脸 没有给中国丢脸 所以我在想 跨越一百多年 这样的对话 确实是中国铁路人 完成了一个 时代的转变 到通车那一天 我想他将会 和所有的乘客一样 在飞驰的列车里 再去感受 那份心情 到时候 我来给大家 当向导 青年代表 大家有什么问题 第一位 王老师您好 萨老师好 我叫刘洪阳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张家口人 我想金章高铁 这条线路的开通 对于每一个 像我一样 在北京工作 生活 学习的人来说 都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时时刻刻 都在关注着它的动向 那我个人 往返北京 和张家口的经历了呢 是您之前提到的 那个老金章 当时他要开 五个小时以上 对 运气不好的时候 要七个小时 绿皮车 对 但是他的票价 很有人 十七块钱 我上大学的时候 学生票半价 只要八块五 就可以回家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咱们这个金章高铁 它单程 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还有就是 它的这个票价 是多少钱 票价归您管吗 这个一样也是我关心的 但是呢 很遗憾 我不知道最后 订多少钱 因为高铁的 这个定价呢 它是有一套系统的标准 有一套系统 对 根据时速 是吧 根据线路的远近 我前面说了 金章是有 划时代意义的 是里程碑式的工程 它有很多新的元素 文化元素也好 智能元素也好 都纳入到了 我们金章高铁 的每一个细胞里面 我虽然 不能明确地告诉你 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感觉到 坐金章高铁 比 坐别的高铁 贵了 你来找我 我来给你补贴 好 咱们修时间 如果是开通以后 从北京到 京北站到张家口站 应该是 我们现在控制 基本上不到一个小时 大概的时间是在 56到58分钟左右吧 我们还有一个时间 就是从北京的赛区 到张家口赛区 清河站到太子城 一站之大 我们用不到50分钟 只有40多分钟 反正回家肯定是越来越方便了 的确是 您也提到了 这条线路一旦开通 您一定会 亲自乘坐这条线路 去感受一下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您想和谁一起坐这条线路 我最想一起搭买这条列车的 就是我们参与京章的 每一位参与者 包括我的设计团队 这个团队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的数量级 因为铁路呢 作为设计来讲 它是一个系统的 一个庞大的 那么我们具体来说 我们有三十几个专业 没有完全统计过 我们加起来 参与到京章高铁 设计整个过程的 我们至少在三百人左右了 今天很荣幸 我的设计团队 也来到了现场 哦 好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我刚才我就觉得 感觉今天在台上 两边的气场不太一样 因为平时都是年轻的观众 但今天有几位观众 我真的无意当中 跟他们对视的时候 感觉到他们双眼那种 像隧道一般 真的 深邃的那个木框 再次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但我这个人啊 有很多关键时刻啊 就喜欢挑事 如果只给您两张票 您一张 另外一张 您是带同事 还是带家人 您的这个问题 确实有点挑事了 确实 但是现在呢 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 我仍然要回答 要和我的同事 做这张票 接下来掌声有请 王总师的爱人出场 没来 王总师心里一咯噔 所以您是最想 和他们一块 这个 坐着火车 吃着火锅 我还可以给他们 挑挑毛病 当时设计的这个地方 还有改进的空间 我们一块可以 积攒经验吧 真的期待着 通车的时候 能够给他们 留出几趟车 让所有参与的人 能有这个机会 骄傲地走一次 谢谢 下一位 王老师好 小岔老师好 我叫温敬成 那么我父亲 也是一名铁路工作者 我算是铁二代 很多同学们不知道 其实列车 因为白天需要运行嘛 所以说晚上的话 必须要维修和养护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我小的时候 只要东北下大雪 我父亲就会和他的同事一块 然后去连夜赶到站台 然后去扫雪 他是铁二代 父亲是做 我理解的是铁路维修方面的 对 我们现在的铁路 有很多人工维修 很辛苦 为什么 我们一般是在凌晨到四点左右 这一段时间来进行 我们称之为天窗时间来维修 那么这个时间除了列车本身的维修 还有一部分工作 就是像这位同学的父辈一样 在沿线的线路上 悄悄打打 检查每一根钢轨 每一处桥梁 每一个隧道 那么现在到京章 智能化了 我们在沿线设立了很多视频监控 它会智能化的监控检测 我打个比方 我们的配套设施 它就好比是一个人 我们就是一个智能化的医生 能够提前预判 它在哪些方面 哪些时间段 可能会出现问题 包括一些智能化的维修 会自我修复 所以这样的人工可能会越来越少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王老师 京章高铁是世界上首条 经历高寒 大风沙 以及多城区 山区等复杂环境的高速铁路 那它的建设面临着许多第一次 您是如何面对这么多第一次的 应该说极端天气 包括大雪 大风等等 在我们的设计里面 都已经解决了 大家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在咱们京章高铁上 我们做的可能是更进一步 我们也很注重车内旅客的体验 我们以往 做铁路也好 甚至是做汽车也好 在经过隧道的时候 会有耳鸣 那么这就是说明了 就是有气压的影响 对 怎么样消除这种一种感觉 那么我们就结合了 我们的列车的运行速度 和它所经过的地方 打个比方说 我在平地上走 和我在大的坡道上走 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预先 把我们的线路的概况 工况 输入到我们的计算机当中 我前面提到 这个智能铁路 还有一条就是利用 互联网 物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 那么让它来选择 比方说我在进隧道 或者出隧道的时候 它会以什么样一种速度 能够让人的感觉 不会产生这种耳饼 包括 我们在平坡道上 还是在长大的上坡 下坡上 它会自动计算 怎么样以一种 节能的方式来运行 对我是第一次听说 铁路设计者 甚至连乘客的耳朵 都要考虑 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下一位 王老师好 萨老师好 刚刚您提到 那个青龙桥火车站 现在已经被列入 工业遗迹的保护对象 而新的金章高铁呢 在它的底下四米穿过 然后新老金章交汇于一点 呈现了一个大字形 随着金章高铁的 通车运营的话 那老的金章铁路 它在速度上 或者是设施上 还有线路上 那也会被逐渐的淘汰 是否可以把它拆除了 还是说我应该把它保留 我先直接的回答你 它一定会保留下来 为什么呢 正如您刚才所说 就是金章高铁通了以后 那么实际上 我们现在的这条老的 金章铁路 可能在使用功能上 逐渐的弱化 但是不要忘了 这是金章铁路 是我们中国铁路的起点 我们要本着对历史的尊重 我们要保留下来 发挥它的余热 如果你想看地面上的鲜花烂麦 你可以选择地面线路 速度慢一点 但是可以看风景 如果你想快速赶到赛场 做金章高铁 你可以做金章高铁 所以选择更多了 刚才这位同学呢 可能提的也很好 原来的我们老金章铁路 比较有名的人字线 大家都提到了 那么我们现在金章高铁 正好在它的下方 形成了一个大字 从人字到大字 这是110年的跨越 这也是我们综合国力 我们的科学技术 发展的一个见证 我们可以不通过人字 快速地 直接地通过八达领 谢谢王老师 下一位 王总好 小夏老师好 我是王总团队的 一名隧道设计师 因为我比较年轻 平时跟王总的 这个交流机会也少 你多年轻 我是89年 89年的隧道设计师 我从录直到现在 一直在从事着 八达领长城站的 隧道设计工作 我们国家在未来的 高铁发展中 会不会以八达领长城站 为一个模板 设计过程中的 更多的这些创新点 能不能会继续被应用 本节目由青红魔法冰箱 赞助播出 青红冰箱给你健康 我们国家在未来的 高铁发展中 会不会以八达领长城站 为一个模板 设计过程中的 更多的这些创新点 能不能会继续被应用 在我看来呢 作为创新分为两种 一种是被动式的创新 一种是主动式的创新 在我们的应用工程里边 我说句实在话 从心里来讲 我不想有太多的 这个所谓的创新 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常规能够解决的 我就不用费这么大的困难 那么遇到了新的问题 像我们八达领长城站一样 上面看起来很好 但是在地下 还有那么一个庞大的工程 所以我说的意思呢 不是遇到这个具体问题了 恐怕大家还 没有这么多创新的积累 所以我想 这个地下站 可能更多的意义在于 我们未来 遇到类似的问题 它是一个积累 是一个素材 它是一个很好的实体的例子 至于说 要不要以 清张的这个高铁的 八达领地下站 为一个起点 我从内心来讲 我不希望过多的 出现八达领的地下站 因为它有很多技术难度 包括我要考虑因素也很多 但是 类似的问题 我们心里有底了 谢谢老师 开老节目到这里 进入尾声 但最后 我特别想给大家 分享一张照片 1909年 当时的老的金刚铁路 通车的时候 詹天佑先生 和他的同行们 照了这样一张照片 当然由于像素的关系 我实在没法分辨出来 詹天佑先生是哪一位 我可以告诉你 在车头前边 右边的第三位 右边第三位就是 穿着白色的 白色的这个 马褂 我突然有个建议 按照当年 他们在工程当中 承担的不同的职责 对应今天您的团队 到通车那天 您和您的同事 用同样的位置 在我们的高铁 最后一节车厢那里 照一照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这是我们这个愿望 所以我在想 穿过110年 詹天佑先生 如果能看到今天这条铁路 他一定是感到欣慰的 当年 他的这条 人字形的铁路 成为了中国铁路 发展的一个标志 人 但是今天 我们又在下面 加入了一个 全新的路线 组成了一个大 我想这恰恰 可能是历史的 一个寓意 就是中国铁路 这110年 走过的道路 除了技术的发展 国力的增强 在这背后 是一个又一个 大写的人 感谢王祖公 今天来到现场 给我们带来的 精彩开奖 谢谢 下一期开奖 再见